老师这边有一个inmost inmost inmost是最深处 比如说我们内心的最深处 最深最深的地方inmost inmost 我们来讲讲这个inmost 有inmost还有另外一个 dinnerpunch dinnerpunch是不是一样的 inmost 我们有一个inmost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atmost 什么叫atmost 有好多most atmost是怎么样 最大的限度 什么东西的最大的限度 inmost是什么最深的部分 ok inmost是指我们大多数的状况 或者是指我们最深处的地方 比如说你的内心的深处 inmost 在我内心的深处 他是我最爱的一个人 在我的内心深处 他是我最惦记的一个人 inmost 好 有没有问题 这个明白了 就是这 那个 那要命你说吧 你先说 所以inmost可以讲说 这个是我内心深处 比如说我最深的感触 这个是我最了解的部分 也可以叫inmost 因为比如说 我对这个事情了解最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接触最多或怎么样 所以他在我内心深处 我是最了解他的 所以inmost就是指 最里面最里面最里面的那个地方 最深入的地方 或者是讲一个人的感情 深藏在内心的东西 叫inmost 有没有问题 老师就说 你先来说吧 你先说吧 这是你提的问题 你先说 这个是形容词吗 在这里 是形容词 inmost inmost 谢谢老师 最深处的 最深刻的 最了解的 这样子 老师也是这个 也是六节 那个 inner part 就是这个前面的一个 是不是和它是一样的 你觉得它也不一样 我觉得 有相似的地方 但是好像没有后面说的 这个这么深刻 That's right inmost 更深入 最深最深 最深入的 OK 所以 Surely you desire 这个you是谁 you是谁 神 所以我直接说 神 你喜悦的 你想要的 真道 是在 in the inner part 是在我们 里面的这种 在里面的部分的 这种真道 这种诚实 所以 现在这个inner 只是做一个比较 不是外面的 是里面的 OK 他喜欢我们 内在的诚实 他喜欢我们 内在的这种 这种 真实 OK 这种真道 他喜欢你里面的 不看重你外面的 因为他里面讲了 很多外面的 有没有 外面的没事 什么 杀两只牛 献五只羊 那些都是外表的 可是神 一定一定 我知道 你 Surely 是一定的 我知道你想要的真理 你最喜悦的真理 最喜欢的 是我们 内在的东西 所以用 inner part 然后 下面呢 再追加一句 你就可以 教导我 OK 教导我 在我内心的 最深刻的地方 你可以让我 得到智慧 OK 所以这个 inner part 只是在比较 outter 他的比较是 outter 跟inner 是外在的 还是里面的 你外面长得 漂亮的 不得了 哎呀 大长腿 那个美 这个什么 美白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上帝 不看重这个的 上帝的看重的是 里面的东西 里面就是 inner part 所以第一个部分 只是讲 内外的部分 所以有比较 这个是inner part 里面的 这种信实 OK 这是讨上帝 喜悦的 上帝最喜欢 这个 那么 为什么 上帝要喜欢 我们里面的东西呢 因为他可以 直接 在我们的 内心的 最深处 他可以 教导我 智慧 所以 最终 最重要的是 得着智慧 天上来的智慧 这个智慧 留在哪里 留在你的内心 最深处 这是神给你的教导 interesante 谢谢 请